不求最专业但求容易懂 关于固态硬盘可能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在写入数据的时候总是一开始很快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 短的就几秒钟 长的能有几十秒 速度就会降到很低 那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很多小伙伴买硬盘的时候 都听说过什么主控 GEM 缓存 缓外速度之类的概念 但是又不明白这到底什么意思 对于日常使用那有什么影响呢 刚好我手里有一块三星最新发布的固态硬盘 型号是三星 NVMe 980 SSD 也正好就接这个机会 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些内容 相信我看了这期视频 你应该就懂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就这三个内容 主控 GEM 和缓存 直接来打个比方吧 大家可以把硬盘想象成为一个酒店 酒店的房间就相当于硬盘 负责存放数据的闪存芯片 客人就相当于数据 而客人想要进这个酒店 那肯定不能随便乱进房间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前台 来负责每个客人应该去哪个房间 前台就相当于硬盘的主控 当然硬盘需要处理的数据特别多 前台也不可能用脑子记住这么多客人 分别应该去哪个房间 所以他需要把这些对应的信息 写成一本甚至是好几本目录 有客人来了他就会去查这个目录 告诉客人应该去哪里 这些写着目录的书肯定要有个地方存放 显然他和普通客人入住的房间是不一样的 那么存放这些目录书的地方就叫做Dram 大家不要跟台杠说什么找个电脑放目录就行 不需要房间之类的 比喻不可能那么的精确 实际的操作也会有很多的技术细节 我也不会讲得特别的具体 重点是让大家好懂就行 有些硬盘有独立的Dram芯片 也就是说这个酒店有一个特殊的房间 专门用来存放目录 而有一些硬盘则是采用的Dram设计 也就是酒店里并没有这样的特殊房间 但目录肯定还是要有的 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种外包的方式 在酒店外找了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理解为一个仓库吧 把目录书全都放在那里 每次一来客人 前台就会给这个仓库打电话 查询一下对应的信息 这样做确实不如在酒店里直接查方便 会有一定的延迟 但好处是不需要占用酒店的空间 能够节省这个特殊房间的成本 在电脑里的体现就是 比如这块三星980就是Dramless的 也就是无Dram的设计 它采用了一种叫做HMB的技术 就是从电脑的内存里 借了一部分空间当做Dram来使用 这样做可以降低颗粒成本 从而使得售价更低 提升性价比 因为这个Dram芯片还是挺贵的 再来说缓存区 你可以这样理解 酒店的每个房间不是只能住一个人的 就拿这块三星980来说 它的一个房间是能住三个客人的 而这样如果酒店突然来了一大批客人 前台不但要询问他们的房间号 还需要考虑哪几个客人可以同住一间房间 并且三个客人进同一间房间需要排队 效率也会比较低 整体的入住速率就会比较慢 所以硬盘采用了这样的方式 就是拿出一部分房间 比如说100个房间 我们把它叫做缓存房间 一个房间只住一个人 这样安排起来速度快 所以只要客人数量在100个以内 我们就可以先让他们快速的住进来 然后再慢慢的进行重新分配 调整他们的房间 让他们三个人住一间 以节省空间 并且再腾出来100个房间 作为缓存房间 迎接下一批客人 当然如果同时进来更多的客人 超过了缓存房间的数量 在100个以后 速度就会降下来 这个就叫做缓外速度 显然这样的缓存房间越多 我们就能够更长时间的享受快速入住 这个基础在三星这块硬盘里 叫做Intelligent TurboWrite 2.0 我就不详细说了 大家就按照上面的比喻来理解就行 而且三星980这块硬盘 最厉害的地方在于 它的缓存房间最高 相比上一代的970EVO 大了5.6倍 也就意味着 我们在拷贝大文件的时候 可以更长时间的享受高速率 接下来我们来实测一下 我用来测试的平台配置如图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块三星980固态硬盘空盘测试的结果是 顺序读的速度高达3500多兆 而顺序写的速度也高达2700多兆 可以说是PCIe 3.0硬盘中的最高水平了 而这块硬盘最大的一个亮点是 看一下这个测试 在空盘的状态下 它居然坚持了160多G才开始掉速 也就是说只要你写入的数据在160G以内 都可以享受那个非常高的顺序写入速度 而之后速度会降到500M左右 这个速度就是我们常说的缓外速度 按照刚才的比喻 你可以理解为有160个缓存房间 为什么说这个数字很夸张呢 因为之前很多表现非常好的固态硬盘 也会在写入仅20多个G以后就开始掉速 即便是三星上代的9700EVO 这个数字也仅为43G 提升幅度真的是非常明显 而且在拷贝大文件的时候 也是能够切实改善我们的使用体验 另外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在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 大家看最下面的这一行 随机4K的速度 它代表的是小文件的读写速度 因为文件小数量多 所以这些操作都需要频繁的查阅 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目录 对于Dream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而这块硬盘是借用电脑的内存来当做Dream的 理论上不如自带Dream的固态硬盘快 会有一定的延迟 但是可以发现三星依靠自己强大的技术实力 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不错 这个速度表现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再继续测试 当硬盘装满一半的时候 它的速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缓存区降低到了大约40G左右 但即便这样也还是比大部分的硬盘要好 而如果在快装满了的情况下 比如装入了90%的数据 这时候硬盘的性能 肯定会大幅度的受影响 顺序写入速度降到了700M左右 但依然可以保持大约20G的缓存 另外再顺便提一下 它的电路结构也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设计 使得相比上一代的970 EVO能效比提升了54% 简单来说就是更省电了 虽然硬盘并不是耗电大户 但这个对于笔记本来说还是很有好处的 那么关于硬盘就说的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的扣1 没听懂的扣2 或者如果大家哪里不懂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总的来说这块三星的SZ980的主要特点 就是采用了Dreamless的架构 使得我们可以用不到1000元的价格 就买到1T容量 速度还可以达到3000多的固态硬盘 而最亮眼的地方 当然还是那个高达160G的缓存 可以说是性价比很棒了 非常适合主流的PC用户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的硬盘科普能够让大家有所收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帮忙点个赞 如果你想看更多有趣的数码视频 也欢迎来各大平台关注我 ID都是BONJUR呼呼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